当年12岁的黄绍维目睹一宗严重车祸 现场的伤者痛苦哀嚎及家人心急如焚的无助 让他永生难忘 而这场车祸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未来 他加入了圣约翰旧商队 风雨不改昼夜不分的助人 只要一阶或意外发生的消息 他便立刻赶到现场支援 关病疫情于2020年3月开始扩散时 他除了学习制作防护面罩 也自掏腰包购买干粮物资 派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他同时扮演不同的防疫角色 他既是圣约翰旧商队员 义务消防队队长 同时也是疫苗接种中心义工等 在那段期间 他每天早上在疫苗接种中心工作 晚上则以大街过港义务消防队组长的身份 率领队沿路喷雾消毒或应民众需求 登门展开消毒工作 也会走入社区说服民众 包括年长者接种冠病疫苗等 没有想要放弃都只是说 能尽量帮就帮多少 因为毕竟这是为人民服务 要求的 言論 感谢观看